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语 所以当年在伊拉克 英语在伊拉克做翻译 说当年他学阿拉伯语的时候 这个颤音呢 老发不好 你觉得他干什么 他动了这个舌根手术 我知道 我听过 对 听过 你怎么这样的非人类呢 你学没个语言 不是 现在这人 我发现现在这人都娇气了 你没发现 就我小的时候像我们那会儿 我13岁的时候离家 离家以后呢 自己到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 家里人从来不操心的 现在小孩上大学 都开着奥迪 奔什 你那是不是多平时 我那时候就这样平时 没有 现在大家说起来 好像是老问我 我说这是很自然的 我到北大去呢 就是我就学这个阿拉伯语 学了一个月之后呢 发现其中有一个音 我发不出来 哪个音 颤音 你肯定能发来 我考核一下 好 考核一下 您来一个 您现在反正动了手术了 舌头都分岔了 管用了 那肯定管用了 你说说 那有什么难的 主持人 你试试 闻道师 他广东人 舌头是直的 舌头直 你说这怎么办 一个音发不出来 我当年一入校 就是叙利亚专家 这专家就开始 他说你这个音发不出来 我说这怎么办 我来回就走 我在北大 北大当时算东一系嘛 来回在外面楼那边上课 来回都走 那个路边有一个校医室 有个电阵朋友 一堆小平房那会儿 喝不烂烂的 我就那天进起来 颤颤巍巍的问人一声 说我这有个音发不出来 他说什么音你发吗 他说知道了 他说你妈身上你来的时候 那个舌头根底下连着 那个没勾掉 是不是没上医院 是我们家农村的 哪有 一般人家都勾掉的吗 舌头你买八根 那个不是从小就给他勾掉 谁说的 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 说是那个舌头是勾脸的 医院里面好像把他弄掉 我觉得你这是在进行渔民教育 我不知道 当时医生 当时医生也没听说过 你勾过吗 香港后来 北大的效益太可怕 当时他就告诉我这样 说你没勾 就是说你生下来的时候 没有那勾脸嘛 你看那个八根 都给他 这样舌头他才厉害 要不你粘脸呀 对 他下面有个粘脸的筋 粘着下面 哎呀 我说这好复杂 我说你们能治吗 他能治 我以为很简单 那我说那什么时候 他那你现在就躺这来 蹦蹦两下给我剪掉了 不打麻药的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麻药 就没打麻药 就很快 就给我搞好了 搞好了以后 可能那点点酒 弄点点酒 那那行回去吧 就我待两天以后就好了 好 然后就能发展 就是我我这个希望这个观众不要学 你这个到今天口才 不要不要学 都得感谢北大的这个效益 效益给你勾得好 是吧 而且您这是这一路靠这口条啊 什么话 口条 口条很好啊 而且我再问您敏感问题 您作为央视的这个军事评论员 很多时候您要这个说这仗会打不会打 这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您是站在个人立场 还是站在我党我军的立场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这个比较复杂 首先一个我是43年了 连续研究这个范围是43年了 这43年来我没干过别的 没经过商 没搞过企业 全都是研究这个这个这个领域的 研究这个领域的 所以说我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 就你任何一个人43年都干一件事 你肯定对这个领域肯定会有想法 这是这是第一点 我有我的思考 第二点呢 我还是个共产党员 党员讲究什么呢 夏季服装上级 全党服装中央 那我得要保持一致 另外我还是个军人 现役军人 军人就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就是你不告诉我服从啥 不告诉我规定的时候 我可以随便讲 但你当你如果跟我说 在这个框里边 那我一定会遵守 听明白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 您自个儿凭您的军事知识 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上级有命令 是这么回事 您就还得说是这么回事 那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 但是你不能明显的说 上面说不是那么回事 我还就是那么回事 那不能明显的和中央 以及军队的纪律 必须守纪律 讲政治 这是第一位的 你否则的话 我不是一个社会自由人 所以说 有军纪 但是就是当然了 我就发现呢 包括世界观价值观 也是跟我党我军有一致 有很多一致 就比如说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咱们昨天 那天谈 就讲到了 这个人民战争 就是观众也发现呢 您在这个 虽然您对美国的军力 也非常了解 包括我们之间的差距 也很了解 但是他在分析局势的时候 仍然很强调 人民战争 甚至是小米加步枪的 这个力量 咱们那天知道 我必须说 这个张老师 他成功预测过 很多次这个局势 但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 毕竟是 他预测错了的时候 昨天说了一出 萨达姆那个时候 是吧 我知道还有一次 是利比亚 当时 他这个后来的解释 可逗的 你知道吗 当时他就说 利比亚人民 绝对会站在卡扎菲一边 是吧 卡扎菲不会倒 但是后来呢 卡扎菲倒了 然后我听说 他对外怎么解释啊 说利比亚人民欺骗了我 这个事 这个事纯属 我都不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 我给你编的 真的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没说过 因为现在媒体 媒体针对我的事 包括任何一个名人的事 他都会编造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对 你觉不觉得中国网友里啊 有些人说有很多好战分子 你比如钓鱼岛一冲突 那家伙肯定就是轰炸东京 打 而且好像您还是说过 就是说要是中日之间 假如开战的话 这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媒体编的 你说中日之间 假如开战的话 日本绝对不是个 您是这个判断 我是这么分析的 就是说中日如果开战的话呢 那么日本它在好多方面 它是处于绝对劣势 它处于绝对劣势 第一个 它肯定不会是我们理解的正义的战争 因为它无权在战 就是它既违反联合国宪法 又违反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这些国际法 另外它也违宪 就是它违宪了之后 它就把一场战争变成非正义的战争 非正义战争就不会得到国际社会 和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 日美安保条约呢 如果是这样一个话呢 日美安保条约它就不能支持它 因为它前提是错的 你说假如中日开战 美国不会介入吗 假如中日开战 看谁先挑起战争 看谁挑起战争 看在什么地方打 美国看会不会承担这个事情 比方说再钓鱼岛 这个事情 美国直接参与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没错 但是如果是打冲绳 打日本本土 美国参与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 对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你不是中国去入侵它本土 而是比如说在它本土外 那种战争情况完全不重要 看谁先动手 就是近年来啊 确实有一种声音呢 越来越响在咱们国内 甚至包括 我觉得有些军方将领啊 都有这种声音 就是指的在 在这个东南亚这边 在南海这边啊 就好像就这种声音 就是说 有的时候 中国在一定的这范围内 就不妨干它一下子 打它一下子 我刚才 其实你刚才讲那个 我就想谈啊 就是那天我也跟您说过 张老师就是 中国好像特别多人是 对军事非常感兴趣 乃至于军事节目什么 都特别受欢迎 甚至一个程度 有时候越过其他国家 那当然那天 你也说了有些历史原因 可是呢 现在有时候我会担心啊 就是太想 如果是一个老外 比如说他住在中国 他懂中文 他天天看咱微博 他会不会觉得中国很可怕 就全部这边网民 都帮好战分子 一天都晚 打打越南吧 你还你还记得 96年那时候李登辉搞两国乱 搞两国乱 然后两岸开始 我们96年搞了一次 导弹实验 搞了一次导弹实验 演习 搞了一次海上的演习 美国尼米兹号和独立好航空 也过来 还记得这次 对对对 海峡两岸风情运涌 那个好多 我看那个北京大街上 全出那些小报 什么朝方夕制啊 晚打不如早打呀 什么台海必无一战 就全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非常清楚 福建省委组织宣众部 和宣众部 请我去给他们去讲课 台湾的一个董事长 在那做生意董事长 来听我的报告 听完了以后 那个人是个女的 还有一个老太太 还有一个董事长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张教授 你看这个街头 全是写这玩意 要打仗 武器怎么厉害 那时候 就是吵得不得了了 他说你看 在福州的这个台资企业 百分之八九十全撤回去了 他说我这好不容易 弄两三栋房子在这 就后装修了 你说我是怎么办 我是撤回去了 还是继续在这投资 这是96年 97年那个时候的事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是牵涉到 这个战略咨询来 要收费 我说因为你是爱国小胖 我们就免了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结果 但是我可以反过去想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一定把他们的 百分之九十的台商回去 我融资把它收购 而且你自己的这个房子 要加强后装修 继续这个工程掠地 然后在这个地方 第一 你表现你的爱国情怀 第二 你自己乘机就发达了 十几年前 如果他搞房地产 要听我的 现在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就是 其实文道 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军事 节目太多 对军事的过分的炒作 都是非常错误的 就是如果说 你作为一个名人 像我这样的 作为一个名人 你不负责任的 整天在那去说 你的伤害面是非常广的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你看为了 为了纠正这个事情 我自己 比方说就海洋的事情 我研究了一辈子海洋 对 最近这两年 我写了一本书叫百年航母 还有本书叫走向深蓝 今年马上要出 八月份 规范海洋 你说 我研究海洋 我必须有大量的书 我现在那专注落下来 比我还高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 多写书 让自己的思维 理论化 体系化 省得误导大家 思路经济带是中亚复兴的契机 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 如何观察 叙利亚这一次考验了美国 俄罗斯与中国 中国的博弈逻辑是什么 会有新思路吗 实习兵为你深入分析 中国地方债 为什么叫中国次贷 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如何理解 马英九开闸 国民党内斗 台湾政治生态 会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北京银行 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成都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投资热土 就根据您的这个看法 就对我刚才的这种所谓叫鹰派观点 你怎么看呢 比如说又越南呢 你还没最近老冲突吗 菲律宾呢 这些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每一个人可以 比方说就就就这个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视角是不一样的 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和从上面看上去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讲自己的观点 但你的观点经过媒体放大以后就就非常麻烦 所以我经常尽量的让自己 我是个军事专家 但是我尽量的从经济的角度 从政治的角度 从世界的角度去看 然后再说出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说我很少说极端的观点 就是但是后边都是被网上网友切断了 有媒体 那我左右不了 而且我也不愿意解释 你看我很少解释自己 我就说你慢慢的时间长 你看看我书什么都解决了 因为媒体他有时候断章取义 他要拿最耸人听闻的那句话 对 所以他做军事节目的 说出这番话来很有必要 我建议网上你们回去 包括我们观众查一篇文章 叫《军事热中的冷思考》 这大约是我15年前写的一篇文章 一万多字 我当时就对军事热是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说这是不正常的 这种军事热是错误的 你这样的话乱炒作乱炒作 就是那个时候台海危机那时候 我说这个是不行的 你必须有一帮权威的专家去引导舆论 你这么乱搞的话 你这怎么能行呢 但是我也左右不了 十几年前我就 你想想十四五年前我就写这文章 我就跟文道你观点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 那您为什么比如说碰到那种问题 您有说钓鱼岛问题 如果中日打起来 中国肯定赢 这不也是您的判断吗 这我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第一个日本无权在战 日本根据所有的东西 它无权在四个本岛之外进行战争 这是第一点 再一个你打到它以后 它不能拿武器进行还击 比方说我这个剑 从青岛码头出来 它不能打青岛 以前可以 现在不行 这就叫和平宪法 给它规定的 这是一点 就是从理论上来讲 它是不可以的 它修改宪法 那是以后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 美国为了舒服它 就是它这个长 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比方说 这个海上反潜 美国让它反潜 拦着中国的潜艇 美国让它发展了 这个航空舰 是反潜的 这个P-3C 一百架 是让它反潜的 它的P-3C飞机 全世界 包括美国 都加起来 都不如日本多 但是它有巡航导弹吗 它有弹道导弹吗 它特别不均衡 它能带轰炸机 能带炸弹吗 就对地攻击的这玩意 美国一个不让它发展 这就是怕它 怕它发展壮大了 以后去挑战美国 美国想 你小子有这个 有那个哪天 你再炸一下 珍珠缸怎么办 就是说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它是一个不均衡的 而我们中国 我们是均衡的 从核武器到 到常规武器 从远程的 是一个均衡的 一个正常 我们是均衡的 我们是能捏成一个拳头的 它捏不成一个拳头 一个手指头 长一个手指头短 哪儿刨风漏气的 它弄不得一块 所以说那要真打的话 那是日本 它真不是哥 你别看他 网友说这个厉害 那个厉害 就是从我们专家的角度来讲 你光讲武器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把武器和人 和那战争的正义性 和整个战略的运筹 给它结合在一块 去做综合品牌 而且我觉得现在呢 就是我担心的这种过度的 网民的这种军事热 它会给外面很多错误的讯息 它一方面会给我们国家 自己的决策层 造成一种语情上的一些的压力 有时候 有时候对外呢 你知道很多国家 他们不要讲情报 情报不一定是派间谍 情报就平常包括看点 任何公开出版物 什么都叫情报 在情报收集里面 他们怎么去判断 中国的这种渔情呢 他们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是会误判的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坏的 对 他美国迁入到中国网络里面 看见他都是得到什么信息 所以现在我采取的办法 你知道吗 我采取的办法 最近两三年来 我大量的减少 我的电视出镜率 所以我到你这来 就是 减少了他到我们这来 感觉你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呢 我争取我大量的写书 我是刚跟北京集团签了合同 我以后四五年 我要写十五六本书 哇 大量的写书 是对我理论体系的一个 整理 一个整理 这个就会更更加好一点 另外我特别盼着什么呢 我有这么多书 我特别盼着 我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 能够 能够把事讲清楚的 你别给我乱剪的一个节目 再一个呢 文道在做2006年 做那个 有一个节目叫防火星观察 当时我就许你这个节目 学了好长时间 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就中国到现在大陆 你们也算中国了 对 我就是大陆 没有一档 你这个节目 就没有 就是说 我们好好的就把一个事聊 把它聊透 没有 所以说呢 你这样的话呢 就很容易造成断章取义 你让我办话说完 我有铺垫 有展开 有结论 他不要 他感觉前面是废话 就要你一结论 那结论就很容易出错 对 咱们跟那个央视老大哥 商量商量 凤凰给你开一个 相见三人 凤凰也给不少钱了 凌山秀泽 天地泰河 祈福天元谷 寻梦黄花溪 荆州泰河旅游风景区 欢迎您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 购物界 两庆七百年 酿酒传承 八百年 人名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珍藏实教 口子教 即办公 商业 酒店 教育 健康诚 地价和住宅于一体 一千五百万平方米 超大型秦皇浩月城项目 共超值选购 也成招合作伙伴 北京东 燕达集团 所以你看 这个张将军 我发现 他是从战略高度考虑 很多局势问题的 咱就过去经常听领导人的讲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近千年内 会不会有多大世界大战的可能 有什么什么的局部战争的可能 这个你有判断吗 首先呢 这个战争的一个基本的规律 就是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 战争往往 它就不会爆发 对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 我们的 用我们的观点来讲呢 你要想避免战争 首先 你要是做好战争的准备 你不能跟 尤其像我们军人 不能跟老百姓说 未来不会打仗 核战争没有 局部战争也没有 冲突也没有 我们就好好搞 经济建设就完了 我们绝不会说这种 那既然没有战争 要我们干啥 算了 还要增加军费干什么 战争是 在我们认为 战争有可能明天就会爆发 战争是肯定是存在的 这是必须要有这么一根弦 那么和平时期 我们要准备作战 战争时期才能打赢战争 不要一切 一切都要从实战去 但是就是我这个外行 我看现在当今世界局势 我就有 老有一个问题 你看啊 这眼瞅着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这很快就世界第一了 超过美国了 可是你看另一方面 真正决定强弱的 咱们感觉好像你的军事实力 在这方面呢 众所周知 你将来世界两强 不是中美吗 但是呢 你感觉美国在军事上 又是那种 想打谁就打谁 他这个军事方面的权力 也会给他很大的一个权力 那这个将来怎么平衡呢 那边你中国 我的意思是 你中国现在你经济强国了 对吧 你是经济强国 可是这样发生什么冲突 像当年美苏之类的时候 实际上你又知道 在军事上 你是跟他很难 那不一样啊 因为你美苏的时期 真的是一个所谓的两次 分成两大阵营 在冷战里面就出现 比如说刚才张将军讲的那种恐怖平衡了 就大家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 你有什么 大家准备都做好 然后变得谁都不敢乱碰 但中国今天并不是想要做到 以前苏联做到的那种程度 因为那个做不好 你看苏联是会把自己做垮的 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 我们要让自己在自己的范围内 自己的一个 这是我瞎说 自己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内里面 保障自己的安全 我们不一样 我们整个整个格局 整个整个布局不一样 而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说将来这美国 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总量 还没中国大了 但是它的军事仍然是最厉害的 对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美国 现在好多人预测 再有个五六年 中国的GDP就超过美国了 就是这只是 比方说我拿一百个指标 衡量一个强国 这只是一百个指标当中的一个指标 中国其他九十个指标 还仍然是落后的 我们在谈中国梦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 不能说GDP上去了 GDP上去了 美国我第一次 1984年去美国的时候 我去银行去取钱 就闻到前头有一个人站在那儿 我就看中间空着 我就站在后头 其实我后头还有个人 我不知道人和人之间会隔两三米 我就站前头 以后我想起来 我自己感觉无地自容 我等于加三的 你知道吗 银行 他一个人一个人派老远 对 中国人GDP能超过美国的时候 我们排队能这样吗 美国现在诺贝尔获得 诺贝尔奖获得这163个 而且全都是物理化学这种 这种东西 你看这物理所有的原创 差不多都是美国的 所以这些个东西 它是提升于一个民主素质 但这些东西能够决定战争胜负吗 这些东西它会误化到武器上去 对啊 你给先进的武器 不是都美国先搞出来的吗 你核潜艇航母 这些东西都是它搞出来的 它是个综合的 综合的满河 它会误化到这个航母上去 它会误化到它的军事能力上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后人伦理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是应该多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